爱的味道 爱的味道 留在相遇的那天 回忆里面究竟藏着什么 我们的爱浪漫了整个夏天 是多少远才没与你错过 我们的故事也许没人在乎 我只想紧紧拥抱你 心跳让你听到时光尽头 就算没有方舟 两个人紧握着双手就足够 明天前爱的记忆带不走 我只愿意在你左右 我只想紧 我只想紧 继续炸 我 countless人拥拌 你就像一样 你把凉拌做出来 给粉丝 放入鱿鱿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了 不说他了 说说你吧 嗯 我听说 你的公司有些不顺心的事情 经过上次CNN的案件 这次的事情相比之下 是小事 也被操心了 确定了 那 你看啊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呢 肯定有很多压力 有很多不顺心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要做到一点 在外面再不顺心 回到家里来 关上门 那些烦恼 一定要抛至脑后 心情一定要开心 再吃两口甜点 快 保持心情开心 我知道了 还是你对我最好了 你最贴心了 嗯 你俩相对的灾君 搬出我家 完全都不管我的死货 她还是很关心你的 但是她非常的忙 她是属于那种 心有余而力不足 嗯 我这个案 龙台度假酒店 各界都在看 我看最近我们公司的同事 负责这个案子的 都特别紧张 嗯 所以你跟她说 让她好好加油 我一定负责 穿她的 今天好点了吧 嗯 好吃 还有一个等着你呢 都得吃光 我就冲了五分钟 可以通过两个小时 这神气啊 这是 等会儿还不耽误出境任务 太棒了 棒棒的 哎 怎么了 哎 闺蜜 闺蜜 暂时没戏啊 那男的说 就只能当朋友 哎 朋友也没问题 当卧底 什么卧底啊 我跟他一会儿 说 吗 我跟他一会儿 在这一会儿 是 我跟他那边 一会儿 是 我和他一会儿 对 一会儿 我跟他一会儿 我跟他一会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说吧 有什么先事 小萌姐 你说对男女之间的感情会变吗 我最近就在思考这个 男女之间呢 如果先当了朋友 处着处着 会不会就变成了爱人 这个因人而异吧 有些人处得再久 他还是只能做朋友 但有些人就不一样了 他们处着处着 慢慢地就可以从友谊也变成爱情 所以说 这男女之间除酒了 还是有可能升格成为爱人的了 可是啊 我那个朋友可真坚持 一口咬定啊 我只能当朋友 这样子是个好男人 你要好好把握 是啊 我就是觉得他是好男人 才舍不得放手的 我这么容易露个线 让小萌姐给看出来了 你这还不够明晰啊 爱情这个东西啊 越想藏着掖着 把它埋进图里 不想让人看见 原来终归 还是会破头发芽的 好 那我呢 就先做灌溉工作 好好当个卧底 没准有一天啊 就能深闷发芽 开发结果呢 卧底 反正啊 谢谢小萌姐 跟你聊完啊 我信心大增 那就多吃点 多吃点 然后有力气 做一个卧底 小萌姐 你也多吃点门 想你瘦了 老板 喂 龙警官 赞讯 怎么是你啊 刚说你敲门啊 对啊 郑磊呢 不知道啊 不过他最近老去了 请上蒙家里 为什么 邻居的行中 不用跟你汇报吧 我这不就是关心一下吗 我可以进去说吗 行 再军 你们怎么搬回来了呀 我要闭关画图啊 你搬回来了 面罩那儿就没人照顾了 所以郑蕾只好过去了 果然是警察 想事情那么有逻辑 我也说错了 她不是只好过去 她是非常乐意你带在那边的 你故意的吧 你故意再给他们两个创造空间 你想缺乏他们两个 说什么 这件事你必须得说清楚 董警官 这个事是我们三个人的事情 好像跟你办毛钱关系没有了 但是你们三个人已经影响到我了 小萌姐根本就不喜欢郑蕾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董警官 要不 你赶紧去维持治安局 去抓几个贼子 我还要工作了 行吗 去干嘛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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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倩 我给你买了咖啡 不用 我喝茶 想喝的时候喝吧 有我的吗 当然了 谢谢 谢谢啊 赛俊 他没有过来吗 他去工地了 四斤不错 好吗 谢谢啊 四斤很好看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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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感觉好客气 整个人 奥斯顿 创立三十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 小萌 暂时从所有的项目退出 全力筹备三十周年的摄影纪念展 散会 来 谢谢啊 这个 来 好 谢谢 这也太惨了吧 之前不是还挺受重视的 怎么这就被 发配去整理旧照片了 我只能说这孙不准啊 太狠了 不是有什么狠的呀 这事儿如果换成是你 你 换成是我一样的 话是这么说没错 公司讲诚分明 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说你说话能不起范儿吗 不是 我就不知道 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话是这么说没错 那我走了 小萌 你还好吧 又怕 这几天相处下来 我知道你绝对不是那种 会刷心机的人 只是摊上这种倒霉事儿 也够可怜的 不会啊 现在筹备摄影展 还可以了解一下 这三十年以来 建筑风格的发展演变 多长一些真实 挺好的 你还挺乐观的 那行 你忙着 我先去了 好 你在哪儿 这么早啊你 干嘛 你这要出去啊 我有些资料 拉在公司 回去拿一下 好 小萌 妙妙 听不听 妙妙准备期末考试呢 小萌停止所有项目 准备他们公司的摄影展 他准备摄影展 行 那我走了 好 慢点啊 那个是佟警官送你的礼物 乖 来 看 谢谢你陪我挑老师的礼物 但愿有一天 你会穿上这件衣服来见我 同单 还没走啊 嗯 老总 有件事情 我想请教你 什么事啊 为什么要调小萌去弄摄影展 什么摄影展 小萌被调去 筹备奥斯顿三十周年的摄影展 三十周年嘛 这是公司的大事 孙妮应该是看重小萌的能力 让她担当重任 既然孙妮那么看重小萌 那为什么 会让小萌推出所有的设计方案 孙妮肯定有她自己的考量了 再说了这是公司内部的人员调动 跟你没什么关系 嗯 是 我不是奥斯顿的员工 但我却想问问好总 一个不参与设计的建筑师 怎么可以当好一个建筑师 周先生我要提醒你 孙妮是公司的副总 她是管理者 看问题的角度还有方向跟你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劝你不要质疑她的决定 那听说你让小萌推出所有的案子 对啊 怎么没听你跟我讲过 小萌只是公司的普通员工 又不是什么大的人事变迁 还要惊动您啊 当然我知道她跟你关系好 但是咱们奥斯顿不是一直以来 都是以才华论英雄 讲诚分明 声谦透明的吗 不是 我不是说不同意你的做法 我就是想知道 为什么 你就是不赞同我啊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孙妮 你看 这么长时间了 在奥斯顿 我都是全力支持你的每一个决定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 因为我知道你是有分寸的 那这一次 我只是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处罚宁小萌 处罚 陶总 你说我在处罚她 如果真是处罚她 我就不会那么做了 你看 小萌初来乍到又是海龟 公司里很多人 等着看她是不是有真本事 虽然她是自己考进来 但是大家都知道她跟你是旧时 所以 来自各方的压力肯定很大 导致她最近在CN的事件当中频频出错 所以 我如果不那么做 不让她清醒一段时间 她再出错的话 她可能自己都没有脸才呆在这里的 说出去 以公司的立场来说 对犯了错的新员工 我不分钟可以让她走了 但是我并没有那么做 我只是让她换一个环境 重新沉淀自己 薪水 可是一分也没有少付 小萌是我招进来的 我当然相信她的才华 我也相信她对奥斯顿未来一定会有贡献 现在给她点空间 是为了让她未来发挥得更好 如果你要误会我 那就误会吧 如果活在别人的眼镜里 我就崴回来了 陈总 你还有事吗 陈总 陈总 你还有事吗 陈总 陈总 听说你搬出来了 这你也知道 我跟小萌啊 经常分享一些工作之外的事 是吗 那你为什么还要把她 调题之后的案子 为她好 为她好 嗯 借俊 我觉得你是信任我的吧 不然 你也不会听了我的话 从小萌那里搬出来 对吧 搬出来是我自己的决定啊 跟其他人无关 不管什么理由 只要你搬出来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好 吓我一天 干嘛呀 你去拿车 嗯 今天修好了 怎么去啊 走着去啊 你说呢 麻烦 把这个赚钱的机会让给我吧 我只要五十块 上车吧 五十块 四十 不麻烦你了 三十九 行吧 那就拜托你了 好的 你干嘛 你最近有个困扰啊 你现在比较少加班了 我呢 特别替你高兴 但又有点难过 好矛盾呢 摸一个小小的螺丝钉 惹得公司的高层又高兴又难过 是不是太夸张了 不是 你看你平时虽然老是加班 但是我一进公司呢就可以看到你 然后我心里就特别踏实 特别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很开心 做什么事情都特别有干净 但是呢同时我会担心你的健康 怕你太累了 现在呢你虽然是不加班了 那你可以多一点时间休息 这挺好的 但是我晚上到公司加班的时候 我看不到你 那个位子空着 我心里就特别空落落的 有一种很孤单寂寞冷的感受 你说这个怎么办 你要不要这么纠结啊 这太夸张了 谁叫你是宁小萌呢 行 那我以后就不叫宁小萌了 你别纠结了 能叫什么 你 你这样 我要不叫你小柠檬怎么样 酸酸的柠檬怎么样 你叫我小苹果吧 对了这个 赛俊最近在干什么 我很少看见他 赛俊 他搬去郑磊家遇官画图了 去郑磊家闭关了 嗯 好 爱情是不贵的旅行 被遇到 光姐 林小姐 你要出门啊 嗯 妙妙呢 妙妙她在一起作业 你就别吵她了 好的 那我去来 好 你去忙 不尽你 尝尽你的风景 就回不去 爱情像花火美丽 摊空了所有难题 探空了所有难题 手牵着你 我就不畏惧 原谅我挥霍人心 用光我所有力气 天眼蜜蜜蜜蜜蜜蜜蜜 就活下去 爱情是不贵的旅行 旅行是有你的风景 让我爱你 让你是你 小萌姐 彭丹 你怎么提了这么多东西啊 我给在军送点吃的 还有他喜欢喝的清透小萌 你呢 拿着锅 要干嘛呀 我姐熬了点红枣椰尔汤 我想着给郑蜜送点 你对郑蜜还真有心 不过现在他们两个都不在家 我敲了半天的门也没有人开 那要不先去我家坐坐吧 你提这么多东西怪重的 走吧 好吧 我说是真的 对郑蜜而想不出事 和你讲好 嗯 我想 duties 我需要了解 & 双词的花还很精神呢 这回又来一把新的 你想把我们这边 布置成花园吗 心情开心嘛 小萌呢 聂小姐啊 真不巧 她去超市买东西了 喵喵已经在念书了 聂小姐叫我们不要吵她 那我看看喵喵做作业 怎么样 好不好喝 好喝 同家食谱 我姐厉害吧 童言姐真的是厉害 我还挺敬佩她的 她一个人就可以 把家庭孩子都照顾得这么好 我有时候忙起来 就会忙得不可开交的 有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啊 有个男人在家 差很多呢 我姐夫一年到头都不在家 我姐都把我当男人一样使婚 所以啊 你就不该让 再去你搬回来 她得专心画图 而且 你也知道 我和她的关系 当初她搬进来的时候 其实挺不情不愿的 小萌姐 不情不愿那是一开始 你怎么知道 她后来还是不情不愿啊 后来相处得好像 还可以 但是她也得有她的生活嘛 我希望她能幸福 那我问你啊 再去你搬回来 你开心吗 嗯 她要是能使现在的梦想 我当然开心 啊 我就不会像你这么想 什么你幸福我就快乐 她开心我就好 我觉得人必须要很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心 灾俊搬回来 我就不开心 你不开心 对啊 郑雷最新的老往你家跑吧 因为这个事啊 同档我跟你讲啊 你这事你就想多了 我 灾俊 郑雷 我们三个是特别好的同学 好朋友的关系 不管是他住在这儿 还是他住在这儿 我们的友谊都不会改变的 你别想那么多 好吧 那小梦姐你要不要再喝点 我给你加点 我这个喝完就好了 那你多喝点啊 很养颜的 对 很好喝 我这明天就去喝点 我这儿就能 gör啊 我这儿就能吃到 你不再喝点 我这个喝点 我先不喝点 我这儿就能吃到 来 左先生 左先生你来了 哥姐 怎么站在这里啊 不进去坐 快上去吧 郑先生也在 我突然想起 我还有一点事情 我先走了 再见 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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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小萌姐给你送了吃的 刚刚她来找你 你跟郑磊都不在家 后来她去我家坐了一会儿 有事就先走了 这边啊 好 这那么多 小萌姐给你送吃的来 你很开心啊 不用闲啊 那很开心啊 你那个开心啊 可不是一般的开心 开心有 一般跟最一般 当然了 我跟你说啊 我们研究罪犯的时候 能从她的一个眼神 一个皱眉就能分析出 她是撒了一个无关痛痒的小伙 还是一个弥天大伙 多了吧 你 真的 真的 我跟你说 你刚刚那个开心啊 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有一种温暖的感动 从你眼里流入出来 只上过二十五分之一秒 一般人看不见 但我看见了 你还不信 我受过微表情的特训 真的 比起人们有意识做的表情啊 你这个微表情 更能流露出你内心的真实状态 那你聊天才挺吓人的啊 我还知道你不能说的秘密 我什么秘密啊 我也知道小萌姐的 我有什么秘密啊 反正你们都很聪明 自己猜吧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看你 吧 嘛 嗯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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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客气 怎么我才等到你 我能漏掉的时光 如何加倍你不遗憾 相爱很晚不算晚 只要你未走散 爱还有机会能圆满 多少夜的孤单 多少无声的呐喊 岁月里乱转 谁很温暖 想要填满你的脆弱不安 游荡的步伐 他终于到达了冰岸 用力听那些黑暗之后 和幸福召唤 你要记得 爱情护士来的台湾 学不缺帐 怎么我才等到你 我们漏掉的时光 如何加倍你不遗憾 相爱很晚不算晚 只要你未走散 爱还有机会能圆满 相爱很晚不算晚 咖啡 忙着呢 正雷 好 童谈 这礼物我还真不能收 怎么不能收呢 你百忙之中 抽空陪我挑老师的礼物 我本来就该谢谢你 你退款给我 不是太见外了吗 我收了这礼物啊 才见外呢 我们也没帮你什么忙 是吧 其实不止这个忙 上回陪赵奶奶买老屋的事 你才是真的帮了我大忙呢 这点交礼物啊 根本不算是吗 反正总之那我就觉得 这礼物我收得真不合适 不合适 这礼物我收得真不合适 并不贵重 但珍贵在我心里 我费心挑选 那份期待你会穿上很好看的心情 是那么慎重 可你竟然完全不当一回事 还说不合适 没有我 我没有把它 还有 我昨天晚上值班 一晚上没睡 可刚接到你的电话 我高兴的都把瞌睡虫给提跑了 还惯了提身衣料才来的 就是想两眼晶晶亮亮的出现在你面前 可是 你确实要把衣服还给我才接我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真不知道你还直了一班 早知道 就改天再 就算改天 还不是要把衣服还给我 过分 好 行了行了 你就别生气了好吗 你就说吧 那个 你要我怎么做 你才开心一点 你说 你知道我最近在补习英语 嗯 老师说了 如果常看外国电影 对学习英语也是很好的方法 以后我想看电影《学习英语》的时候 你们陪我看 好 走 走 走 很好 爱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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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 等一等就過去 誰不是 誰寫又怕氣 只為心底 那句話毛不聽 說我愛你 我愛你 啊 啊 啊 愛情像花火美麗 等空了所有難題 手牽著你 我就不畏懼 原諒我 揮霍人心 用過我所有力氣 甜言蜜語 救火相聚 愛情 是不歸的旅行 旅行 是有你的風景 讓我愛你 讓你是你 祝你無關 祝你